双鱼座的朋友 在这一个双鱼座的信约呢 在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农历的月份 你们真的真的很忙 但是就是一个挺好的现象 因为有很多的新的机会会给你们 就那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个现象 水星在逆行了 在你们自身的那个工位 那我们常常听说水星逆行 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对不对 那我可以跟大家说 尤其是在双鱼座 它是加倍的恐怖 OK 但是呢 对你们来讲 其实这一些 就是说一些消息 一些际遇会发生 在你们的生命里面 尤其是关于一些旧的人 旧的朋友 旧的事情 比如说 你要去见一个旧的朋友 OK 那可能是一个巧合 比如说在街上 你突然的去见到这个旧朋友 OK 又或者说 有一些旧的事情 你忽然去想起了 那你就想做 那突然之间 你就多了这个新的机会 OK 那同时间呢 日月和 就是因为是新月 对吧 那日月和 在你们的那个命供里面 还有这个日月和呢 是在六份那个火星 在尸首座的火星 所以呢 它又可以讲 是一些关于 人 人际方面 在朋友方面 一些新的机会 还有 如果你有 你一直有一些梦想 有什么东西 想去实现的话 那就有一些新的机会 OK 所以呢 我们 so far 我们可以见到 有旧的机会 就是一些旧的事情 还有新的机会 那所以就是打核 就是平手了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那核幻 就是你们的古典的那个主星 木星 在六份 你们现代的主星 在你们自己命供 双鱼座里面的海王星 所以就是说 就是一个很和谐的能量 也是说呢 你们现在是宇宙的那个宠儿 你们会享受很多很多幸运 很多很多的good luck OK 所以那 我就是刚才说了 那它可以关系到的那个范围 是人际的关系 OK 一些interpersonal的relationship 与人家有关的 OK 甚至有可能 如果你们是单身的话 那你们可以有派脱的那个可能 OK 那还有呢 一些比较实际的利益 OK 尤其是说 如果你们想要去搞生意 想去做一些生意的合伙 OK 也是在这一个时候呢 会有一些新的方向 可以给你们 OK 那还有我刚才说那些人际的关系 OK 那这些人际的关系 其实也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利益 OK 比如说你认识的那个男朋友 女朋友 他是很有钱的 OK 又或者说呢 你的那个business partner 那久而久之可以跟你去派脱 你们之间可以有一些爱情的成分 OK 所以就是 也是真的很开心 OK 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可以有一些又甜蜜 OK 很甜蜜的 OK 或者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去给星 给星星是这样子 对吧 OK 很甜蜜 又可以很有利益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木星正在四分那个金星 所以他告诉你 不要只是去 想去开心 想去派脱 想去sweet sweet 跟人家甜甜蜜蜜就可以了 不要 有时候你可以往 就是比较 共力的那个方向去想 OK 那还有就是因为 现在整个宇宙 宇宙的那个能量 是土性 还有土性的那个 性向 还有水性的那个性向 是很强的 OK 差不多所有的性 也在土 就是土象 OK 土象 还有水象的那个性向 OK 那何况 就是海王星 还有木星 就是你的那个 现代 还有 就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是分辨你的那个 现代 还有古典的那个主性 在 就是在双语座 水象性向 还有在摩羯座 在这个土象的性向 对吧 所以 就是说呢 你可以去想感情 还有同时 同时可以去想一些 比较利益的那些东西 那所以这个信约里面呢 对你们来讲 是有很多这方面的际遇 可是呢 你们会怎么样去应付 这些不同的机会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们会比较容易 我们就是说 心有余而离不足 OK 为什么呢 那首先 因为双语座的性格 就是我们常常说 你们不知道自己想 想怎么样 OK 你们常常去发梦 对吧 还有就是那 因为水星力行嘛 所以就是突然之间 会有很多很多的消息 很多很多的那个机会 那你们的那个心态 是啊 可以可以 好好啊 你们是挺积极的 很正 很正面的 positive的 但是你们的那个念头 说可以 但是你们真正 可不可以去做到 这些行动呢 可不可以真的去把握 去把它 他们就是花成 一些实际的成果呢 我看就比较难了 OK 呃 何况就是你们 呃 那个双主星 就是海王星 还有母星 同时 同时之间 他们是六分 所以就是说呢 你们的那个生命 突然之间 是发生太多太多的事 很多东西要处理 那你们就很多东西 也承诺了 啊好啊 去做啊 这个好 那个好 但是你们真的要 首先休息一下 那你们要去prioritize 就是去呃 嗯 prioritize的中文是 你们要知道 那个次序 那个优先的次序 哪个比较重要 就不要一下子 就什么东西 也说可以可以 那如 否则的话 你们会 呃会是比较辛苦 不能够一下子 呃 笑话的 太多的一些机会 呃 呃